本人告示官邀请耶稣和豆瘦敏老师 登出以为归族的为主帝的围殿 豆瘦敏老师尚可出身 后来接受局团 竟在本人提供为本告示 不仅在台当台下来吃头肉 老师表示为何可以用来表达心情 这次电线上街的特别的所在 就是做部分的作品放在这处顶 天气到26号 欢迎大家来这儿分享 然后他能够这样子憧憬大自然 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跟可爱 跟伟大 还有他对每一个大自然的感受 都让我觉得他很浪漫 我本来是念商专的商业设计 我转很多弯 后来我念了西班牙文 然后之后我在剧场工作 所以我又就是有跟朋友组剧团 然后后面才就是去英国学绘本 然后再回到台东念儿童文学的博士 自己很喜欢去有一个独处的空间 独处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就来做绘画这个部分 那当绘画完成的时候 在展览过程里面 就让作品自己去说话 作品主要是以压力研料 以及水堡来造型 本书的电线上街的特别的所在是 老师将一部分的作品放在的触定 以令为台主人是上街好的卫步 那前期他的电线结束后 作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大自然其实就是最好的画布 是最好的一个彩笔 那当我们把作品放在这个屋顶上面的时候 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 不论你在哪个时刻来看到这个作品 你就会觉得它其实是很不相同的 因为那个光影的变化 包括说我刚刚有看到一幅作品 好像可能有那个 可能是鸟的那个便便或是什么 我都觉得那个是很棒的 我真的自己也蛮期待就是 当这个作品彻展的时候 它可能又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嘛 当时杜秀兵也是 婚人故事馆的主管耶稣家 2000年就跟婚人故事馆的冲冠 林邓雷锋共同来提供卫本故事 现在应用卫比来电出一心目中的主人 参观民众也透过文理来表达感想 其实云林故事馆之所以会有 助管艺术家是因为我们相信 台湾的文化在地的知识 需要透过艺术的诠释 才能够更普及在生活里 卓淑敏他是我们 这个云林故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 因为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认识他 然后他在2002年开始 带我们一起创作 释放了绘本的故事 署名他把一个听起来是很自然很简单的这种概念 用比较严肃的态度 但是透过艺术去诠释这一个 婚人是自然而然 另外一年 现实在全方已经想了解 有没有 让川内宣传 各自然奉价的悟造 所谈的《叶死困围》 即将简单的搜索 注评 请不吝点赞